大家好 我是文文 一段时间以来 我一直在关注中国的经济 特别是关注中国底层民众 包括中产 他们的生活状况 然后最近我就看到网络里面 都在传一个故事 几乎都是非常相似的 一样的故事 这个故事 以前有人说 但是说的没有那么多 但是最近我发现 说的人特别特别多 而且还出续集 对吧 而且这个程度越来越严重 什么故事呢 我先假设一个情景 给大家讲这么一个故事 然后大家看一看 就比如说 有这么夫妻两个人 然后他们在前些年 感觉自己收入还不错 然后感觉好像未来 也能越来越好 他们的一种愿望 然后他们就贷款 买房子了 比如这房子是200万 他们自己首付50万 然后贷款150万 就买了这么一套房子 结果这两年经济不好 突然有一个人失业了 或者是两个人都失业了 这样那种情况 那么他们贷款 比如说一个月是七八千 有的好一点的话 基本上还贷款还能剩点钱 那有的就是基本还贷款 就不剩钱了 或者是还是欠钱 还要借钱去还贷款 那这个情况就非常糟糕了 就算是你还能剩一点 那你家里面有孩子上学 对吧 还有老人对吧 各个方面的消费 把很多很多人压得喘不过气来 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么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就想起要借钱 但是至于借钱 你就会发现 别人的经济情况也不好 甚至人有钱 他也不借给你 他知道 你未来很难还出这笔钱 他也不借给你 大家都躲着你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非常非常痛苦了 怎么办呢 那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什么呢 开始透支信用卡 办各种各样的信用卡 然后透支 然后暂时缓解当下的困难 他们也知道 你办这个信用卡 最终的情况 可能只能是越糟糕 但是没有办法 当下这个情况解决不了 怎么办呢 然后办信用卡 实在是走到一定程度了 然后就进入下一步 大家就实在觉得没有办法 就想要开始卖房子了 卖房子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房子卖不出去 你想把价格压得太低吧 心里还不甘心 房子卖不出去 然后就这么拖 一直拖 实在是拖不下去了 怎么办呢 进入法拍程序 进入到银行的状况 那么到了法拍程序以后 很多人惊讶的发现 发现什么 你就是他们这几年 比如三四年四五年 可能已经还了几十万了 还了四五十万了 他们惊讶的发现 这些年还的钱 其实大部分都是利息 大部分都是利息 很少是本金 这就让他们觉得特别的痛苦 然后进入法拍以后 这样的情况 就是他们突然发现 在进入法拍的时候 房子的价格是非常低的 你200万买的房子 可能就是100万 甚至80万 甚至更低 就要出手 然后房子即便是卖出去的话 包括在法院请律师的一些费用 就是说你房子也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你首付全都没有了 最后你还是要欠银行 几十万 甚至100万 然后你在什么地方住 可能都很难解决 然后下一个环节就是什么 你进入法拍 房子可能都卖不出去 这个时候那真是太困难了 太困难了 然后再进入下一步 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现 这个城市整个被关停了 你的工作 你家里就算有人有工作 你也出不去了 在家里面关着 然后特别特别痛苦 对吧 这还不算完 突然发现 就是你可能以前觉得 说政府说了 我们关一周两周就完事了 结果你发现两个月都没有结束 未来什么时候能够有希望 也不知道 然后还不算完 突然又发现什么呢 物价涨得特别贵 各种各样 特别是你最需要的 这个吃的东西 物价涨得特别贵 你说整体上这个情况 这些人得多痛苦 多焦虑 我就设身处地 站在他们 因为我也穷过嘛 以前 我站在他们那个角度 来考虑这个事情 这个简直太难 太难了 那么 还有一些人 还有些中产 可能是觉得 没有 我们这生活还挺好 我现在生活装了挺好 我就在家里面办公 我就能赚入钱 对不对 然后我的每个月房贷 都很正常 是吧 是这样的 它整个效应 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就不断地从 开始从三四线城市 不断不断地延伸 不断地延展 一点一点到二线城市 现在已经开始 扩展到一线大城市了 而且它有一个情况 就是什么 就是一旦到了这些大城市 特别一线大城市的 这些白领 这些所谓的收入 还不错的这些人 一旦 他们也出现这个情况 他们的这种痛苦感 可能比三四线城市的人 更难受 因为什么呢 在一线大城市 它整个的消费水平 非常高 你各个方面的支出 是非常高的 而且一般在一线大城市 买房这些人 他们的贷款额度也很大 每个月还款 可能一般小城市就四五千 到这个大城市 可能每个月还款 一万五甚至两万 这种痛苦感 那是非常非常难受的 对吧 所以说 但是很多人 还是存在脚印系里 我的工作很稳定 我很有能力 对不对 我在一线大城市 我是白领 我在外企 这个谁也不好讲 很多时候 这个事情来的 我看到一些事 他们也讲 就是来的特别突然 自己都想象不到 就是突然去公司了 他可能觉得 我们这公司还挺好 人家这公司就提出来了 说我们现在觉得 要规避风险 我们可能要 这公司要撤到 撤回美国 或者撤到东南亚去 你就让你 就是毫 丝毫没有准备的时候 你就要面临这个现实 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所以说 我看到很多人 现在也有一点警觉 就感觉到 这个危机感是非常大的 开始准备 这个事情 我觉得真的就像 多米诺骨牌一样 一排一排倒 一排不倒 他最终肯定会 直接触及到 北上广深 这些一线大城市 到那个时候 这个情况 真的会非常糟糕 可能现在也已经开始了吧 这样 然后就是说 大家想想 就是说你真正 设身处地的想这些人 就很多人我看 他拍视频 他就说 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 对 你想起这个钱 就晚上你睡不着觉 早上即便是你睡着了 早上你可能 四五点钟 五六点钟 你一睁眼睛 脑子里面 想的就是这个事情 想的就是这个事情 那得相当有压力相当痛苦了 很多人能不能撑下去 能不能就是挺住 真的花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 然后这个事情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现在没有解决的办法 没有解决的办法 除非中国还不允许个人破产 对吧 除非大家能找着工作 其实道理在那摆着 就是你现在要花钱 但是没有进账的钱 还没有存款 那怎么办 你只能是就业 但是现在整个中国的就业形势 是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现在大规模的外企 都在往下走 能走都往 都想往处走 然后那些有钱的企业老板 对吧 都想要出去 都想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都不想在中国干 那你说 你上哪去找这个就业 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大家看到了 到企业份 又有一千多万大学生 要进入这个人才市场 对吧 要去进入这个就业的这个环境当中 怎么找工作 就是北大 北大 对吧 这个物理系的博士 去做城管 这个消息 以前会报导 大家看到了吧 他整个这个就业形势 就内卷到这种程度了 你怎么找工作 在未来 我看不到这个任何的希望 现在在中国这个社会 而且就是说 很多这些有房产的人 他们目前还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 说你没有钱 地方政府也没有钱 一些当官 他们现在也没有钱 不是就是他们 政府 不是当官 他们自己家里 自己家里肯定是有很多钱 就政府 他要运营 他也没有钱 那怎么办呢 对吧 现在土地财政也支撑不住了 下一个就是房产税 所以说 他们也在盯着你们 这个房产的问题 就你可能觉得已经 特别特别累了 那他们 没钱的时候 可能要把这个房产税一征收 那情况就会更糟糕 现在整体上 就是全都是没有钱 中国社会 那么有一些有权利的人 他们会想尽办法 把他们的权利变现 那怎么变现 就是把一些中产 或者一些草根的钱 变到他们自己兜里 所以说在未来 我就觉得 这个局该怎么解开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 反正我现在是 有点看不清楚了 整个中国社会 以前我一直在讲 中国社会的整体财富 在快速征发 快速征发 很多人会有 会有非常明确的感觉 这个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到这个时候 习近平还在坚持他的什么 总方针 总部现在不动摇 我就觉得这是天大的笑话 天大的笑话 整体上 往后会怎么发展 咱们一起慢慢看 对吧 中国现在不是有这么一句话 叫 有车 有房的穷人 这也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吧 行 这集聊到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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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